首先第一位呢 是這個風水老師李嫻揚 還有一位呢 是美妮老師 這個余雪洪余老師 還有一個是家事女巫林素芬小姐 大家好 還有兩個不會做家事的女生 向羽傑跟佩甄 向羽傑好 大家好 向羽傑就是陳甜文 向立文 是 妳是因為除舊不新才改名字嗎 其實我改兩年多了 改兩年多了 對 我是今年才正式在對外 就要跟大家講說我改名字 是喔 為什麼咧 因為就是 老師都說我這名字會讓我 努力10分 但是成果只有2分 各方面都是 就會很辛苦 是 改個名字 就可以努力2分 成果10分了嗎 沒有 至少我希望我努力7分 我就有5分的成果 1分更於1分收穫 對啊 不要求全額 但是至少要一半以上的擴大 不然很累耶 那妳以前那個名字 有努力什麼事情 沒有得到什麼成果 就比如說很奇怪的是 我常常會很多機會來找我 談代言什麼 可是永遠就是談到最後 莫名其妙就沒有了 缺一句 對 就是找到就找別人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是 那這樣的人要怎麼除舊不新呢 對啊 其實大家都誤會了姓名的意義 姓名它是會先改變個性 然後命運才會跟著改變 並不是說我這個名字改掉之後 就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心態很重要 是 佩甄原來叫什麼 就李佩甄 不要 我也很想改 因為我覺得佩甄佩甄好像蔡奇亞名 對啊 可是因為叫得也滿順的 然後我也沒有覺得哪裡不好 這是我爺爺給我的名字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那就繼續用 因為也沒有什麼感覺不好的 對啊 你們的除舊不新已經講完了嘛 接下來我們講 你們兩個會除舊不新嗎 當然會啊 你們家有過年 我們家有過年耶 對啊 我們家有房子要打扫 對啊 不然講一下你們打扫過什麼 就好家在就是 我家兩年都在生小孩 所以我什麼都不用說 好家在耶妳 我決定以後沒生小孩 她從過年的時候大肚子 都不用開始懷孕 好 那向雨潔妳這種是什麼 我們家是 我負責我們爸 我房間弄好就好 但是有一年我 但是 還要是我騙什麼 但是有 但是我良心發現之後 因為我媽年紀越來越大嘛 然後有時候跟我媽說 那不然客廳我可以幫忙 做一些事情 我說假啊 我想說 那個我們家那水晶燈啊 因為我們家是很兩大 很大盞那個水晶燈 然後我爸就那種很 吹毛球差 他說那個喔 你一定要板樓梯站上去 然後一根一根擦 那我心想說哇賽 一根一根幾十根 這麼幾大蟲怎麼弄 我就想說欸 我很聰明 我拿水 我拿那個水一盆水對不對 這樣子 老師先把送到灰塵給弄掉 然後用護槍會比較快 比較乾淨 有道理 妳剛剛拿水柱衝不是比較快 對啊 妳這樣 對 我剛剛有發現 因為水這樣換起來好慢喔 我拿了一個很大的那個水噴槍 我就是這樣子上面一直噴 那水出來很大條你知道嗎 哇 好快喔 那個真的掉下的水 都是那種黑的水喔 對 來了 下面的地全部都是黑水一大塊 妳噴的時候沒有想到水會往下淋 我有想到 但是我忘了做防範措施 就至少妳鋪個布或鋪個報紙都好 對啊 就忘了 妳不會自己人也淋上了吧 要 我整個那個頭髮衣服都洗掉 妳那也太傷了 太淋浮了 從此發氣 從此再也沒有幫忙家裡大掃除 就是還是把我房間負責好就好 沒有人敢要妳不要做公共區域 對不對 對啊 其實掃除的時候 常常夠錢不夠 我一個朋友他大掃除是做那個 冰箱的掃除 那他想說明天要回鄉下 今天把冰箱整理一下 反正也採買了東西 把舊的拿出來新的放進去 他做得很認真喔 他們第二天是五點出發回鄉下 他那天做到三點 他就覺得哇 這一次冰箱很過癮 又乾淨然後新會 半夜三點 對啊 他就想說把它做完嘛 你知道都是老公想 冰箱要清到半夜三點嘛 其實他是 大掃除 他是兩點半開始清洗 差不多啦 電視看完啦 孩子去睡了 開始整理 整理得很高興 你把它弄完了 然後就回鄉下 那一次放比較長的假 他一個禮拜後回來 一回到家打開冰箱 東西都臭掉了 因為他忘記把 他在整理冰箱的時候 很注意安全把插頭拉起來 整理完忘了把插頭插回去 食物都壞了 白搭 好慘喔 掃冰箱要拔插頭 要啦 所有的電器品都要拔插頭 美人姐 你打開會會滴滴滴滴滴啊 對啊 然後就要關起來了 然後再打開 又弄一段時間 又滴滴滴滴滴滴 你們家的比較好會叫 有的不會叫啊 所以也會忘記 其實去年呢 在加州聖和溪那裡有個公司 也發生一件這種事 他們公司有那種大冰箱 你知道美國冰箱都很大 可以躲一個人那麼大 然後那個冰箱也沒插電 然後有一個人就發現了 他很好心 他說啊 冰箱裡面東西大概壞了 我來整理 他就開始 我就拿了清潔劑 要戴手套去弄 結果裡面的東西因為太久了 所以味道很臭 他又噴了很多清潔劑 所以公司裡面 二十幾個人都嘔吐 頭暈還送衣 七個人送衣 很重 哇 這種天兵真的也 超難得到家公司了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有一些 簡單的示範啊 就是待會可以教大家 好不好 怎麼樣簡單的這個 尤其剛剛那一招 掃那個燈 水晶燈 水晶燈 不見水晶燈啊 有燈照的都用得上 好 那很簡單 我們的報紙呢 你把它拿來 好 就這樣子 整個把它折起來 然後你用一個 因為是大掃除 要掃完以後 這是掃什麼的 掃水晶燈的 都可以 燈照 我們平常都會用那個 雞毛膽子 可是雞毛膽子它很髒 弄髒的你還要洗 雞毛膽子很麻煩 這個呢 反正也要丟掉 你就把它捲起來 用一個橡皮筋弄起來 然後就這樣子 剪開大概是 4公分到5公分的長度 寬度大概是0.5或1公分 到目前你看得出來要幹嘛 不知道 看不出來 好 快了 而且它最好的是 它可以重複使用 而且可以依照長度 你看 好 這個弄的 就這樣子 那你那個有灰塵的地方 雞毛膽子 雞毛膽子 好 你要是高一點 你人不夠高 你看這樣子就多了 差不多50公分 對 真的耶 這樣很好用 那當然一邊 我們還可以再加一邊 好 有點像啦啦隊 對 對 你兩邊都可以做 那兩邊都可以用 譬如說 你剛剛清了燈 還不太夠 第一遍弄完 好 所以就用這邊對不對 對 另外一邊 而且其實做家製只是勞動 根本沒有運動 好 你做完之後還可以這樣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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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對不對 好 弄髒了沒關係 我們再剪掉 還可以繼續 所以呢 一個膽子大概可以用個四次 好 這樣再輕輕就好了 繼續剪 對啊 然後這個報紙又可以當資源回收 也不要花錢 OK 謝謝 怎麼那麼簡單 對 好 對不對 好 對不對 還有呢 還有喔 這個都是我們在大掃除的時候 你要丟掉的東西 它都是寶貝 不要隨便丟 那要是說 你沒有把它凹的話 你就用這樣就可以 直的也可以刷 那如果你要把它凹的話 也很簡單 拿一個打火機 好 我們用這個好 很簡單 在這個地方呢 稍微點一下 好 它冒煙了 不要燒起來啦 這樣就好 你看 這樣待會幹嘛呢 對 那你可以依照它的需要 30度 40度 50度 有些這種縫有沒有 就刷得到了有沒有 像那個馬桶的凹槽 折角的跟沒折角的 可以各自使用嘛 那像譬如說 我們家裡那個菜紗民 那個水槽那個菜紗民很髒 你很不想用手弄 你這樣子就可以了 刷一刷 喔 就全部都刷到了 然後用完也不用洗了 直接丟掉 丟掉 非常省